放学了 眉眉 回来了 眉眉怎么了 你说她了 没有 我一接到她 她就这样呆呆的 一句话都不说 问她什么也不吭声 真是摇头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是老师批评她了 我问她了 她摇头说不是 那是不是同学欺负她了 我问她了 她又摇摇头 她怎么搞的 从来不这样 一会儿我去问问她吧 行了 别一会儿了 现在就去吧 要不一会儿啊 饭也吃不好 不一会儿 或是 下属 照片 可以 不一会儿 爸爸 爸爸妈妈向你保证一定不生气 咱们下次再努力嘛 告诉我 是考语文还考数学了 那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不说话 再不说话妈妈生气了 学陆小军 装哑巴是吧 这不陆小军对你说什么了 妹妹 妹妹怎么了 陆志平 陆志平 你到底同不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 我现在带着妹妹走 她简直就是个畜生 她怎么能这么伤害妹妹呢 陆志平 你自己去看看 妹妹睡着了 还在哭呢 陆小军是你的儿子 陆小梅是姐来的对不对 别说了 我同意 那好 你现在就告诉她 那滚 太晚了 她可能已经睡了 再说技术学校还没联系呢 我不管联系没联系 你现在就告诉她 我一分钟都不能带着 哥 就算跟她说了 你能马上让她搬走吗 就算她不走 我也要告诉她 我们这个家不需要她 我们讨厌她让她滚 哥 你不好专口对吧 我去 去去去去 我去 我现在就去啊 什么 要送我去寄宿学校 对啊 你不是一直想独立成活吗 又是她的主意吧 不 是我的 行 那你把画廊钥匙给我 我现在就走 画廊你就别想了 不可能让你在一个人住那儿 那你们打算送我去哪所技术学校 这个由你来选择 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 尊重我的意见 我又要选择不去呢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送进少管所 不要紧 到时候我自己去 小军 小军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 那就算了 那 那就算了 妈 妈 你听见了吗 他们要赶我走 他们以为我愿意待在这个家 我稀罕这个破家吗 妈 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去你那儿 那你在哪儿呀妈 妈 你在哪儿呀 跟他说了吗 说了 他不同意吧 不 他同意 真的 太好了 赶紧把这个温审给我送走 我一眼都不想再见他 吕哥 你也别说那么难听 我那还是那句话 你不管怎么样 小军她还是个孩子 是啊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她是个孩子 是你跟党美艳的孩子 是 他 是 他是我们的孩子 宇哥 你呢 也别太着急 一是联系学校需要点时间 二呢 是寄宿学校的学费啊 比一般的学校要贵 可是咱们现在手头 这个不需要你操心 只要能把他送出去 我就算厚着脸皮去我父母家借 我也得把这钱借回来 你们这儿有没有小苗仪 有啊 包家里有 不过费个高点 来这树 你看 它前几个大一些 铁楼的后面 稍微小一点啊 那咱们还能够帮忙 今天节目很大啊 吃西瓜啦 嗯 很甜的 还有吗 有啊 在客厅里 你鬼鬼剪作业 那要该活去的好不好 嗯 敢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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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